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1月份最后一天,胡哥打头阵送来第一个大瓜 他发布微博宣布结婚生女的好消息 为了保护作为圈外人的老婆 胡哥并未提及女方太多 让大家很好奇,能够拿下胡哥的女生究竟是何方神圣 而随着热度不断发酵 有关胡哥新婚妻子的详细信息也越来越多 先是有余计扒出了胡哥和老婆的结婚登记 女方名叫黄西宁,出生于1993年 小胡哥11岁,两人于去年9月21日登记 和胡哥的生日紧隔一天 从胡哥老婆的生产日子往前推算 黄西宁大概于去年夏天怀孕 因为上海封控,胡哥于去年4月份之后暂停了大部分行程 可能和黄西宁才有了造人计划 两个人凤子成婚,一开始逆而不宣 随后网络上曝光了黄西宁不少信息 黄西宁本人是胡哥的执行经纪 生活助理等,陪伴胡哥工作多年 黄友八道最早关于黄西宁的信息是2016年 就显示已经加入胡哥团队 担任服装协助的工作 掐指一算,已经近8年的时间了 当胡哥公开露面时 黄西宁为其拍到避免被路人打扰 和胡哥有多次同胖 或许二人在共同工作当中日久生醒了 黄西宁曾被胡哥粉丝封开点名 事业粉为了胡哥太操心 不惜怒骂工作人员 没想到却无意中中烧了真嫂子 不知道当初喊话的那批粉丝 现在作何感想 曾经的黄西宁在事业上为其保驾护航 如今充当了胡哥人生中的重要角色 果然戏剧来源于生活 胡哥情史丰富 飞问对象从公司新人到女星王小陈 历任女友江书颖 薛佳宁都是美女 而随住身吧 黄西宁本人的照片也被曝光 她样貌清秀 颜值不算顶级 却不失特色 不是流水线的整容脸 长得很有辨识度 和朋友一起合影的黄西宁 显得很有亲和力 戴住牙套的样子 甚至还有点像胡冰亲和李亮蕾的影子 黄西宁如果打扮打扮 也一定很亮眼 虽然不是女星 但黄西宁作为胡哥背后的女人 为其工作出谋划策 能够跟胡哥在一起想来也是不简单的 有关黄西宁的身世背景也有很多猜测 从交大博士到高官之女 但无论如何 相信她绝对有实力才能够和胡哥并肩 胡哥走入人生新阶段 圈内同事们其送祝福 多年好友袁红 唐烟打头阵 以女儿的口吻称呼 胡哥夫妇舅舅舅吗 唐烟和胡哥都住在一个小区 看来以后可以一起溜娃了 除此之外 柳涛 李光杰 吴越 韩东军 陈嘉伦 李响 李爱纷纷送祝福 爱欧前主编挑到胡哥老婆 赞其是个很好的女孩 可见胡哥人员不错 胡哥们生干大事 在一月的最后一天公布人生大事 妻子不是女星 但能够让胡哥松口认爱 必定有其过人之处 从这次的自立行间 就能够感受到胡哥出为人妇的喜悦 不知道胡哥今后是否能加入晒娃大军 和大家分享人妇生活的幸福瞬间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